2024年9月21日 与莫共舞李三宝博士书法艺术展 在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中华文化中心 举行隆重的开幕式 展览展示了李三宝博士50多年来书法创作的精选作品 他是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亚洲与亚美研究系资深教授 同时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传承者 这次展览展出了李教授50多年来创作的约40件精品 涵盖了古典字体的传承与现代风格的创新 其中首次展出李博士新进完成的《屈原离骚》 是一幅全长67尺的长卷 也是中国文学史中最长的抒情历史古诗 共有2474个字 李博士独特的草书风格与怀素 米符、张旭、岳飞和文天祥等唐宋大师的书写风格相呼应 他通过书法传达了中国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趣味 李三宝博士有着辉煌的学术和艺术成就 他曾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等著名学府教授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 2006年从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退休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李博士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者 也是连接中美文化的重要桥梁 他荣获了加州州立大学颁发的杰出教授奖和杰出教学奖 同时也是全美中文教学界的知名学者 李三宝博士是中外知名的中国书法家 其作品自196年代至今被数间大学收藏和展出 也被邀参加过在台湾、日本、加拿大和美国无数次的展览 他曾担任2000年在长滩加州州立大学举行的 第二届东书法教育国际会议的会议主席 能够把这几十年来的一个嗜好 对书法的热爱 能够经过一些作品能够跟诸位分享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高兴 那因为我是以邢草为主这一次 也能够希望借个这个邢草 能够把中国的一些这个艺术的精神 尤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方面 很多丰富的一些传统都能够介绍给这个大学 因为这大学有39,000多名学生 6,000多位教授 我也希望将来在这个中国文化中心 留下这么一点点这个记录 让他们能够继续做中国文化有兴趣 因为我们到美国这么多年 五十几年来了 做的就是一个文化桥梁的工作 众多嘉宾出席画展 圣地亚哥州大副校长王玉娜 教育学院院长宗耀明 中华文化中心主任刘立荣 南加华人文史保存基金会 创会执行长陈时美 及夫婿科学家卢遂显博士 美国广东同乡会 总会馆会长蔡杰宜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张武兴 美国东西方出版社总编辑段金平 美国中华艺术学会会长宋大勇 资深顾问梁正军 前任会长郑子婷 喜瑞都市前市长鸾父亲及夫人 尔湾多元文化协会会长冯竹岳和马在庄 方光梅等多位南加州桥界知名人士纷纷到场支持 中国的文化里面不是说一般的博大精深 而是因为重要的它有文字来记载历史 而文字的发展演变出来了很多种类的书法 当然各位都知道有草书 历书 行书等等 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是书法里头介绍中国最重要的一篇诗歌 这就是屈原所写的离烧 这就是我的动机 认为大家都应该有机会来欣赏中国书法的美妙 今天是我有生以来参加过的这个最有文化气息的一个书画展 特别是这一幅离烧 李教授一口气 把李烧两千多个字去一口气写完 这是多么的难得 就像他说的 这每一件作品都是融入了他终身的心血 那么一个八十几岁的学者 能有能闻能舞的有这方面的遭遇跟这个成就了令人非常的感动 那今天太多的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来给他祝贺 我也同样表示我最忠心的祝福 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也齐聚一堂 包括小学同学 中学好友 大学同窗 以及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学生等 他们不辞辛劳 长途跋涉前来支持李三宝博士的艺术展览 场面温馨感人 9月21日当天 恰逢李三宝博士生日 大家共同唱起生日祝愿歌 祝福李三宝博士艺术生命长青 雨漠共舞展览持续至12月6日 观众将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到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 感受其中的文化底蕴与艺术生华 华夏电视台记者圣地亚歌采访报道